大家好,张大哥,现在在诊所准备打第二支疫苗 好,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现在坐在红色的椅子等后去打完之后去坐白色的椅子等后去半小时后就回家休息 预备有任何的副作用发生 主要的就是发烧 我一定有吃一粒肺烧药来打 因为就是上一次故事告诉我 所以我相信他怕烧不好受 不希望有这种事 也不希望有任何的事 今晚见啦 大家好,张大哥直播了 这是我在卧房里 在床上 床上的直播 我记得在这样的直播 在我的这个直播世界的这个目录里面 你们也可以找到 几次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跟大家闲聊啦 好不好 那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因为我的太太 因为我的太太当大姐在外面 她往上上课 她还有那个学习的那个欲望 每个星期四早上 那个直播室的空间就是她巴掌去 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烧啦 我打疫苗嘛 我打疫苗 第二针的疫苗 Facial 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Injection ET6924 ET6924 那个 药剂的 药剂的 药剂的号码 5月5号 昨天嘛 NHG Polyclinic 无论 所以 经过了两次的疫苗 接种 是怕怕啦 因为 副作用听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都对药物有敏感 目前为止 我一直在检查我的身体 有没有发痒 有没有跟班 所以很辛苦 但是我发现 可能晚上睡的时候很辛苦 睡了很辛苦啊 那时我一直忍到早上 吃了一个丰富的早餐 大概在九点的时候就决定 吞两粒 那个Benedor 这是护士跟我讲 如果你真的发烧 那我没有温度计 温度计坏了 那我妹妹会 黄昏 下班的时候帮我买 但是我知道我是发烧了 整个人 很辛苦 悶在胸口 然后有一点沉重 然后又 烫烫的感觉 我想一想也不要再等了 就九点吃了 吞了两粒药 然后现在是 现在什么时间 糟糕 现在什么时间都不懂 因为刚才在看那些节目嘛 现在是十点二十二分 药力已经发作了 所以整个人又舒服起来 但是我知道 六个小时候看怎样 尽量不要吃药 如果没有烧 这是医生告诉我 他说疼痛也可以吃药 疼痛还好 我可以忍得住疼痛 发烧让你整个人混混沉沉 我就比较受不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基本上 我会 想办法 就是 不吃药了 但是如果还是这样混混沉沉 我会告诉自己 会吃第二次 他说一天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 还是四次 但是通常我吃药的习惯是 这种感冒 止痛 只烧的药 我最多是吃两次 一天最多吃两次 年纪大了 要六十四岁了 所以 也不敢 趁热 故意不要吃药 但是我知道很多老人家都说 不要吃药 不要吃药 是要对身体不好 对肾不好 对肝不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 对我来说 我没有吃药了 小佑对身体不好 对肝不好 对肝不好 对胃不好 对邮寄不好 对我来说是没有吃药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本来就不好 因为我本来就不好 开玩笑 不是啦 我的认识那种 不好意思 你们认识我都知道 我是相信西药多过 相信中药 也因为是我女儿的专长 西药是她的专业 所以我当然是 西药方面我有很好的咨询 我讲真的 我每次把我的女儿摆 摆上来 但是我从来很少问她 她也从来 有啦 有看过我吃的药 然后她 查查一下 她说没事啊 那我问她 为什么你不要每次 我叫你查那些药 你看了之后 你说没事就 你就不告诉我原因呢 她说我没事是安慰你 有事都是那些副作用 但是那些副作用 不会让你死 你这个药不吃就会死 所以我就跟你讲没事咯 因为副作用是一定有的药 这些副作用不会让你死 那个药你不吃 就不能够治疗你那个病 你就会死 所以你选择什么 想一想也是对啦 我1995年就吃高血压的药 95 05 95 05 1995 2005 多少年啊 2015 20多年了 今天2021嘛 我吃高血压 也是吃了20多年 本来坚持不吃的 年轻的时候 每次头痛 不吃药 不吃药 坚持 但是后来 我的保险经纪也跟我讲 她说你不吃药 会死 吃药 没有这么快死 就我就吃药了 那只一直头痛啊 95年 我以为上课压力大 后来发现原来真的是有高血压 就开始吃药 当然吃高血压的药也有很多 整个过程是蛮痛苦的 因为你要找到合适你的药 这句话只有高血压病患者才了解 什么叫合适你的药 因为高血压的药啊 其实药都是降高血压 但是它有其他的成分能够帮助你 调理你的身体 能够不会对你身体的副作用 每个高血压的药都有副作用 不会产生最可怕的副作用在你身上 所以我一直就吃到现在我吃的那个药 但我不跟你们讲什么药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 从前我会告诉人家 现在我不打药告诉人家 你还是要找你的西医咨询 你的西医会帮助你搞你应该吃的药 但是很多药其实啊 我跟你讲 你找到好的西医 负责任的西医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真的要你好 他介绍的药其实是可以相信的 只怕一些无良的西医只为了赚钱 麻均高的 能够赚钱利润更多的药来推荐给你 所以有时西医我觉得是有点可悲啦 但是我相信新加坡的西医 基本上他们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医治好你 那高血压的药是没有停的啦 如果你吃西医是不会停的 而且你的分量是一直会增加 这是事实啦 我女儿也是跟我讲其中的原因 我这里也不可以不方便跟大家讲 因为很多东西是要医生讲才准 我讲我怕会被人就是检举我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长 但是高血压是不能够停 这句话我可以讲 这是医生跟我讲不能够停药 不能够停止服药 你每一次停止在恢复的时候呢 对你身体是不好的 我只可以这样讲 那我也深深觉得对啦 我这些年来你看我如果我1995年那时候是93到95 93年 93到95 93年 95年我就离开警察部队嘛 可见我在警察部队的压力蛮大的 到了95去念书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 因为基本上我是没有后顾自由的念书啦 有一定的支持 资助 虽然不很富裕 但是能够 还是能够应付一个家的开销啦 所以那时候读书应该是没有 应该不是金钱上的压力 是求知 求学的压力 1995年呢 我1958年 1995年 多少年要回去 学院修这个学位 走向这样的一条 所谓我们所说的 侍奉的道路 当然有压力 所以自己以为自己扁头痛 如果网友你们常常有扁头痛啊 看医生量血压 是高血压你要开始吃药 因为你不吃药的话 你会引发最明显就是容易中风 这是我认为啦 那有些人高血压 没有高血压 有些人会中风 是因为党固醇不好 党固醇不好是一个很糟糕的 就是他没有症状 他没有症状你又以为自己没事 结果突然之间 你脑中风啊 很麻烦 那后来你一中风完了之后 当然啦 什么药都要吃了啦 血压高的药 你中风了之后 因为脑都中风嘛 血管爆嘛 你的血压就高了嘛 你就要吃止血 止血压的药 你要吃党固醇的药 你要吃你中风 过后医生所配你的药 那你要吃更多的药 所以大家好 不要以为你也没有头痛 就是一定好 我觉得身体检查是我们必要的 不要为了生活的劳碌 我讲归讲啦 但是在现实中 我自己家里也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张大姐 过去三年雇我的外孙女 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 尽意的去雇她 结果付出了代价 我觉得我的 张大姐付出了代价 现在她要开始排队去诊所 要去开始做这些话 不是 做内归镜 因为她很久没有做了 肠啊 胃啊 都要做内归镜 因为她有一些问题 医生觉得 那还好 那个公家乘所已经验血了 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血液报告没有问题 那放心了 就好像排除有癌症 那问题现在要做内归镜啊 肠啊 胃啊 你们都知道了 这些化验了之后 就是要查出如果有细肉 要化验看看这些 里面的组织是不是有癌细胞 然后就要看情况是怎样 希望没事了 所以就是因为 你看她现在有空去检查身体 是因为她不必顾孙了 顾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检查身体 所以 长辈们 我真的我也佩服你们了 我相信很多网友也是家里 太太在孤孙了 或者是自己也是帮忙 接送孩子了 我们都是伟大的父母亲 但是伟大归伟大 最重要你要了解 最终你要面对你健康会 越来越不好 没有人的健康会越来越好 只是 越不好 然后你好好的去调 去修养 去医治 恢复正常 身体不可能越来越好的嘛 有啦身体越来越好 就是你恢复正常后 你又做运动 你又加强你的各方面饮食 是从不好 是从负变成症 但是你整个状况 绝对不会越来越好 我就不相信会越来越好 只是延长你的寿命 增加你的活力 那我也是啊 我自己本身 运动量不多啦 坦白讲 但是我相信一个 我们 我相信 我很相信 是我跟我太太都是这样觉得 如果我们病 我们真的不想久病 因为久病无效值嘛 你久病你也增加自己的负担 也增加家人的负担 不管是时间 不管是医药费 各方面都增加负担 所以不希望久病 但大家都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身体很健壮的人 哇 你病啊 病在船上可以拖很久了 因为你很壮嘛 你很壮嘛 你很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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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宁可不要 如果张大哥真的有病 时间到我就 开始另外一个里程 那是我的信仰 相信 我倒不会很坚念 时间到我就 就朝向另外一个 预备朝向另外一个里程 这是我的相信 所以我不想要久病 的那种 在床上 医病 休养的那种痛苦 所以身体好像 壮的人就比较能够 躺久一点嘛 不懂是不是这样啦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啦 身体好的人 病在床上 我有一个长辈 他的爸爸 哇 他那时候一躺就躺了十年八年 这样看的都怕了 每个月的医药费 每年的医药费 当然有保险了还好啦 刚大概也有保险 但是保险好像 也有一个年限 不可能陪你十年八年嘛 我相信 他每年有一个数目 所以怎么讲 家里的人总是要 花钱 花时间 孩子们要来照顾你 照顾久了 会不会变新年 真的不知道嘛 久病无效值 不可以说你的孩子 爱妈妈啦 疼疼疼疼疼啦 就会一直陪伴着你 我们不要有这种 不要看到这种局面了 让孩子们 面对这种局面 所以我每次也是 告诉自己说 哎呀如果我真的病倒 就快点去吧 今天整个 今天在这个直播里面 就谈生病 是因为我接种疫苗之后 发现昨晚 开始昏沉沉 然后身体发烧 早上九点 吃了两粒 这个 指烧药 现在十点多 身体就恢复正常 但是 已经 感觉到是 讲话是有气无力 那我的 我的女儿 刚才通知我们说 照顾 如果 可能你们第二天 会比第一天更严重 所以 我刚才也去 厨房 看我的指烧 要够不够 因为一天 不要吃超过 我是告诉自己 一天不要吃超过四粒啦 两粒 然后再两粒 九点吃 可能不是下午三点吃啦 可能六七点 七八点才吃 有烧了 烧了大概觉得自己有点 不想再 承受 就再吃 当然 我太太还去买羚羊 羚羊羊 然后我又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也知道 我很 喜欢喝 蛇草水 最近去这些超商 蛇草水都没有了 最近你发现了 很多东西没有 那些 假粮耶 喝粮的东西都没有了 因为很多人都去 接种疫苗 所以都预备这些 当然要多喝水啦 那我这个是 柠檬吃在里面的 我泡柠檬 尽量喝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想一想耶 不必太担心啦 这边一小 厕纸里面也是有血 有血副作用是什么 注射部 疼痛 红肿 我还好啦 你们看不到哦 我几副都看不到啊 我都不懂在哪里啊 我感觉不到哦 然后发烧发冷 发冷没有啦 发烧有感觉到 头痛 肌肉或者关节疼痛 有啊 这个我有 疲惫哦 当然是疲惫啊 颈部或者手臂的淋巴 接种 没有啦 感觉好 感觉还好 所以我算是 不是很很严重 他说如果你发烧发冷哦 需要 如果需要每六小时 附用一到两片的那种 便当多了 意思说 疲惫就休息咯 那我现在是居家办公 早上也做了一些 呃 一些算是 做了一些工作啦 啊 已经没有力气了 就去吃药 早上八点就 算是在家里办公了 开始做 因为知道身体会越来越不好 差不多到九点的时候 啊受不了了 吃两亿 吃两亿再做做做做做 做到 刚刚才进来 就开始这个直播 现在也算是做工 这个是自己的业余工作 直播嘛 因为不知道今晚会不会直播 这个是预录 所以现在张大哥的直播 世界里面的影片有三种 一种是跟大家表情的 我在现场直播 哦 那个的效果不会很好 是因为 是现场的嘛 用WiFi或者用Data 呃 呃 不是 现场录制的 但是可以看到网友直接进来 跟他们打招呼 第二种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影片哦 长的影片 我剪接 然后你就看到我放背景音乐啦 放一大堆图画啦 增加一些背景有笑声啊 有 有那些音响啊 特技的声音啊 音响的 成分在里面 啊 那个是比较短的 啊 长的大概一个小时多 短的大概二十分钟啦 那 第三种就是现在这一种 我现在现场 我现场跟你们谈 但是呢 过后呢 我就跟他 呃 这两点的时间 呃 就多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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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啊 那今天的主题当然 前半段都讲 张大哥 呃 因为打接种疫苗 呃 发烧 就跟大家闲聊 呃 呃 这个影片 如果做好的话 就算我今晚没有直播 大家还是有 算是 呃 新鲜出炉的 影片 啊 不像那些 那些又增加一些效果的啊 增加音乐背景 这些都是旧的影片 因为你发现啊 你 你 你啰啰嗦嗦啦 张大哥是一个很啰啰嗦嗦 滴滴答答很脸皮厚 讲很长 讲了一个小时多又跟 那你 你剪成一个二十分钟 有时人家还没有听过 然后再加上你 你会编辑 你会剪件 你会放一些图片 那些搞笑 一些 影色 一些暗语 大家看着会心一笑 那也不错啦 那张大哥也很 很enjoy啦 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但是很花时间 我告诉你 你看每一个图片要选 不容易啊 那我纯粹是从一个软件 叫U-Card的 如果你们想要学 简介我介绍这个 Y-O-U-C-U-T U-Card 每年好像要付费的 付多少钱我忘了 哎呀 小钱不出大钱不来 开玩笑 就是 这个很简单的简介 很好 那张大哥就是 开始这样的一个直播 从不会到会咯 从不会简介到会简介 从直播 光线 暗暗淡淡 到我会买两个大灯 那现在今天 这个反正没有 背景没有灯哦 就是我 我的卧房的灯 我换成LED之后 那灯就比较亮 那我就坐在我们的 主人床 King Bay 然后就直播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我家的墙壁 所以这样的背景是简单 也好啦 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直播的系列 好像是什么床边的 什么片啊 故事片的什么片啊 不知道 反正就是属于一个影片之后 属于归类到一个 一个目录里面 那张大哥是无所不说 无所不谈 现在是把自己 生病 不是生病了 副作用 发烧 吃了推烧药 然后现在药发作 发酵 那你现在人很清醒 的当儿 做直播 那我太太还有一些副作用 我是这边没有写 他有磕瘦的感觉 喉咙有点不舒服 可能喉咙不舒服 就是指颈部嘛 喉咙嘛 他说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 就要看医生 副作用 持续或者恶化 发烧超过48小时 两天 超过48小时 就是你两天 你那一天发烧你 吃了两粒药 然后六个小时后 就是 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九点 现在十点多嘛 已经一个小时多 我要看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我会好吗 还是又会发烧 如果又会发烧 又吃到两粒药 如果啦 如果我能够 可能就要用其他的办法啦 吃一点凉啦 放冰块啦 总之你就是看 顶顶顶顶顶 你发现一直烧 一直烧 越烧越高 你再吃两粒药 好了 然后要 要失去了 又再发烧 连续到两天的话 你一天也只可以吃六粒药 两天都吃 我不吃八粒 他说可以吃到八粒药 我通常不会啦 我最多就是零睡前 吃多两粒药就是睡了 然后明天 希望明天早上会 整个人恢复 恢复正常 如果你是连续两天 都是这样 反反复复 个B就有一一一的 去啦 那那个护士跟我讲 如果你打 你接种疫苗之后 你的情况很糟糕 暈啊 吐啊 腫啊 那种情形 我说法so good 我也不敢打爆单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他说你赶快去医院 不要坐公共车 因为不要啦 就是赶快去医院 叫修商车也可以啦 你付钱罢了吗 不过我有保险啊 还好 坐修商车也可以啊 自己付钱啊 看可以不可以claim啊 看你是claim你自己的保险 还是claim政府的这个一千块 因为 因为中疫苗有副作用进医院一千块 真的这个是真的事情嘛 不懂有没有拿到啦 网友有没有 有没有网友 有因为 接种疫苗之后有副作用的 然后进医院 然后政府会赔偿你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 死里逃生的哪一万块 剩下的我不必问了 有没有已经死去了 我这样问的话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离开人间还会告诉你 或者你家里的 有人接种疫苗 不见话讲 管他调料 我看你管他 你也没有心 听我的影片啊 你现在忙着办你后事了 就是说你的长辈啊 还是你的你的亲人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了 到底现在接种疫苗 有多少人因为副作用而 拜拜的 有几个例子啦 但是有关当局说不算 我可以讲啊 我们做老百姓很无辜啊 我跟你讲啊 但是我知道 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我太太有这个结果 我的女儿在这方面是专长 她一定会question到他们 一定会追究到底了 因为她有那个专业来追究 你到底你的 所以你也没有讲清楚嘛 你给人家这些钱讲 给就要给啦 不要这样尿啊 不然你就不要给22万这么多啦 其实22万 听起来还蛮多啊 因为在新加坡打官司 要告政府不容易的咧 好像我一个长辈啊 她那边眼睛 她怀疑是那个 是公家医院的什么 我不懂啊我忘了 大概就是医院给她点眼药水 害到她眼睛很 有一只眼睛的 七八十巴仙是看不到了 所以我跟你讲 打官司那时候赔偿赔得来也是几万块的 哪里有22万那么多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22万 外面坊间的人说 说好听 说好听 但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钱啦 整天 其实张大哥的影片整天讲钱的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讲钱 就是因为我知道 这是每个人心里最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也不必 表示自己很清告嘛 有些人就是很清告的嘛 借钱给人也到处跟人家讲 反正别人不好你好到处跟人家讲 你不好别人好你就不敢讲 你有没有跟人家借钱过 你没有敢讲 当大哥在张大哥的影片里面 我也有讲我不好 我倒没有讲我 有帮助过什么人 我倒是常常提到人家帮助我 我觉得我们有人帮助我们我们提啦 我们帮助别人不需要提 你的神知道就好了 是啊我也落魄过啊 我去当店啊 我也有一个影片讲我 当年没钱啊做警察啊 结果就要点当东西啦 遇到自己认识的人啊 不好意思 这就是人性嘛 那我们卖咖啡粉 每次网友打来问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觉得 我这样卖会贵吗 但是我的本钱也不清啊 很简单嘛 你看咖啡豆从北非运到台湾 那对姐妹买了那些咖啡豆 烘焙了磨成粉 然后钻在袋子里面 然后送到我这里来 我也要付运费 他们也要赚一点 那我也赚一点 我一定要赚一点 我可以不可以不赚 可以 我就送给你们哦 我都讲了 这都是钱的问题啊 我送你一包 那个本钱 再加上 油费就一块五毛的 那个油票 清风不要算了 这样也是 要适合我都要付出钱 希望你买我也没有讲 你想买你就联络我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如果你懂的话 你想喝好咖啡 你想要参与这种 自己是咖啡粉的 这个跟三合一不一样的 真的不一样的 跟你去那一些 外面喝 cappuccino啦 flat啦 black coffee 不一样的 这个咖啡豆 很好的 那你说张大哥 我可以不可以直接跟那个 豆商买 你去买咯 我也没有反对啊 你要怎么找也可以找得到的 因为我都已经给你答案了嘛 那你们说要知道那对姐妹的店在哪里 我也会告诉你们了 但是现在不是什么嘛 你知道又怎样 你现在也不能够去台湾了 对不对 我之所以选他们 是因为他们两个烘焙的很好 我在台湾去很多地方喝很多咖啡 我每次去台湾很想喝咖啡 因为台湾的咖啡文化比我们 我不要说比我们强了 他们有比较 他们的咖啡文化会比较 比较怎么讲 比较先进好不好 台湾人喝咖啡 那我们老一辈的哈 像我张大哥这个年龄 我们就是喝咖啡店的咖啡嘛 常常的那个咖啡带泡的 你黑的话我不是讲咯 你快快泡 你喝到最后没有的 他要撞咖啡粉你就很开心了 把那个旧的咖啡丢掉 所以喝到后面越喝越糟糕 但是黑碎嘛 又是一句话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要改变 其实你喝那种三合一咖啡 我不知道要喝 因为三合一放那个奶 那个奶精啊 那些东西真的 我有一个时候就是发现我 我跟我张大姐 为什么早上我们上炉车都很 到最后很很 稀里巴拉这样 就是因为喝三合一的咖啡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喝二合一 或者是纯的没有放的就是 那后来我们现在懂得怎么喝 后来我们喝那种 娇蓝的买那个机器 Espresso 那我们就开始喝Espresso了 我从来不放牛奶 张大姐要放生牛奶 我不要放 就这样喝 后来我们到台湾 我去高雄几次 然后到处喝咖啡 但是没有那个冲冬要买 只有一次在文创区也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他自己烘焙的 所以那个风味又不一样 买了喝完了 因为时间上 因为我我心里想我要到那里 我已经有新属的一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不是很好 纯粹喝咖啡 但大哥去到那些这些咖啡厅 我希望能够顺便吃一些餐点 所以我就爱上了这个高雄 这个姐妹开的咖啡厅 那我有联络他们 从前我买他们我买咖啡 我都没有没有问太多问题 这是因为我开始想要带 就是要推销他们的产品 那我就问一些问题 他们告诉我是他们自己 亲自烘焙的 烘了咖啡豆磨成粉 这个烘的功夫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装在袋子里面 当然他们有机器啦 你其实要要省钱 你什么都可以做的 你可以直接买咖啡豆啦 那你就要有机器 烘成粉 你就要有一个袋子装啦 你不必装的那么漂亮 你装成那种装进袋 然后自己倒也可以 你买一些过滤袋 然后自己倒也可以 那想请问你 你买的咖啡豆 你自己会烘吗 那些咖啡豆是烘好的咖啡豆 跟这对姐妹买的咖啡豆 再烘好不一样的 他们有把一些豆直接拿来卖 他跟我讲 一些他自己烘 就是把豆烘成粉 装在挂的袋里面 那我为了方便 我说我不要学这些东西 我没时间啦 讲真的 我觉得更多的时间 要跟大家一起的交流嘛 然后分享我对社会啊 国家啊 政党政治啊 各方面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 所以我就一直 小时候就一直 不是小时候啦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想开炸货店 现在有一点如愿以偿 卖蜂蜜也是 那张大哥的蜂蜜 接下来没有货了 因为老大讲他的 他这一批蜂蜜全部 大宗大宗的 他讲的啦 那我当然要相信他 就是大宗的转 跟文来千和月了 所以他可能也 也不代理 但是他有代理另外一种蜜 他叫老蜜 价钱也更高 我就 我就没有那个感动去 是啦 因为有人说他是总代理 他是总代理 我不可能 我就觉得 知难而退啦 人家是总代理 那意思说如果我要拿蜜 我还要找这个总代理拿 拿了再 那算了 你们直接找他好了 你们在脸书世界的人就懂 我在讲什么 不需要找我 我也无所谓的 没事 因为老实讲 是要赚钱 但是 不是要赚大钱 不可能啊 因为我的主要还是要直播 产品是能够让我跟 网友之间 交流增加感情 当然啦 那有时产品 也会造成跟网友之间有一些 误会啦 哎呀 张大哥 为什么你卖我这么贵 为什么你过后卖这么便宜 有些东西是越卖越便宜 有些东西是越卖越贵 你在什么时候卖 你就什么时候卖 就是那个价钱 你请我愿 我也没有逼你 我总是觉得我们买东西是这样的 你甘愿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 一块钱 那你这个咖啡店里面 如果你去food court里面 他可能收你咖啡店 要收到你快二 快三 都有的 现在国毕欧都有快三的 那我的咖啡 我一袋卖三块 十包三十 三块钱的一包咖啡 你泡起来 跟你去那些地方喝 Espresso四块多五块多六块多 他的咖啡粉还根本比不上我们的咖啡豆 烘焙磨成粉 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那你要喝你就要付出一点金钱 就是这样了 我没有管的 你不相信你们以后认识那对姐妹 张大哥买咖啡有没有计较 有没有计较 什么 没有了我从来没有 我只是告诉他们 还有一点 每个国家的咖啡粉 我那五个国家的 三个国家五种咖啡粉 当然我现在我家里还有七八种 全部有十多种 他们有代理十多种 风味都不一样 这些不同水果风味的咖啡粉 原产地 像哥伦比亚 有些地方比较贵的 但是这五种里面 我同一价格 很难去算 他卖我 他卖我十包 有这个价钱 有高一点低一点 我就拿一个平均 所以三块钱就是我觉得 一个贷 那还要看怎样拿给你 这个还没有去想 所以唯一不要让 就是说 送到 送到地铁咯 地铁站那边 反正轻嘛 邮寄也可以啦 邮寄我们要括号 但是那些邮费 可能你就要付了 真的是 没办法 如果有 是银头小利 所以有些东西 你没有理由说 大家也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你说 张大哥你讲钱 是我讲钱 坦白 不讲钱 还麻烦 有些我不可以讲钱 有些我不能够讲钱 是因为 有人告诉你不可以讲 讲了好像 就没有价值 但是咖啡粉我讲 因为现在 我认为是我独家 代理啦 因为我知道那堆姐妹 也没有新加坡的朋友 跟她 负责这些东西 而且我知道他们 烘焙 弄成咖啡 带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好不好 网友们 你没试过 高官等不 我是希望你 好像 OK 我下个礼拜还要送蜂蜜给人 他说顺便 我有问他要不要咖啡 他说 你可以给我试一下吗 OK 那我送你一包咯 喝了好 你再跟我订了 你先了解那种什么 为什么这种咖啡粉 有些人说麻烦 不会麻烦 什么麻烦 这种有这种的乐趣 你慢慢倒 你烧水慢慢倒 倒了 二十秒 再二十秒 再二十秒 一分钟 一分钟就麻烦 不好啦 有些那个叔叔说 国弊啊 要泡国弊啊 要挖心呢 国弊混蛋 可以了 可以了 摆堆蛋了 不止一分钟啊 很快的 你倒 你知道你多点事 最好是 滚着烧水倒下去 慢慢倒 越慢倒是越好 大概二十秒 可以刚好钻满 他的那个带 然后就第二次 三次 我本身是喝五遍的 我倒五次 我给你们看那个杯嘛 差不多是五分之四 我不要喝太浓了 那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好像有网友问我说 如果我不要这些热带 这些水果风味可以吗 因为他认为水果风味不实际 要真正喝到那个咖啡豆 我已经联络他们了 他们姐妹过去有卖我综合豆 对我来讲我要喝好的 我不要喝综合豆 综合豆就是纯咖啡豆了 它的那个水果风味我喜欢 所以我喝各种各样 我都不管了 他们给我什么我就喝什么 那我买 我就买 不要买综合豆 因为综合豆便宜嘛 便宜也是同样的重量运来 我当然是品口花多一点 减买好 跟大家了解一下 不过如果要综合豆 有大家要 有人要我当然就是可以 进来了 问题很现实的 我不喝综合豆 你明白吗 你要我才引进来给你 现在我手头上的咖啡粉 我告诉你们那个最新的那一喝 我是要推销出去 现在有人订过我推销出去 我自己喝的那些部分 还有还够喝 因为从我订了咖啡到他来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不急的 所以我就在手头上 每天都一包两包 一包两包 我都喝的习惯了 所以我就算 讲一句白话了 我就算蜂蜜卖不出我自己喝 我咖啡粉卖不出我自己喝 为什么 因为我推荐的这些产品 我认为是好的 所以我们喝好的 咖啡喝好的蜂蜜 我们自己喝得下 你现在如果去看到一个摊位 你不敢喝 自己的食物不敢吃 你想 就是吃到腻了 也不能够怪了 但是他吃的精精有味 你真的是哇 自己吃自己的东西 卖了几十年还精精有味 哇 最早他告诉你 我这个东西 我不会放味精 我不会放什么 放什么 来弄我自己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大家 我花了一点时间谈这个咖啡 是因为蜂蜜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现在只剩下 有啊 我现在有在决定 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 因为现在蜂蜜真的没有了 我那个老大小没有了 运句文来了 他现在在卖的是老蜜 价钱会比较高 你们要买可以 老蜜跟我的蜜 跟这种不老的蜜 有什么分别我就不懂 我没有问他了 因为我不想问 你不打算去 我有跟大家讲 你们要找那个总代理 我就不多讲了 我就把这个蜜 卖完它 那最近整天都有人 要一只两只三只 那奇怪了 有个时候 要人家买 没有 一下子有一个人 就跟你讲说 要回头客 要十瓶 后来听到说没有货了 问我可以不可以提供他 二十瓶三十瓶 那我跟张大姐就很开心了 哇一下子可以推三箱过去 我家里剩下那几箱 那是我已经答应他的 时间已经定了 那三箱一定要给他 那我剩下就不多了 剩下两三箱 那人家就三瓶三瓶三瓶 要卖 几副都是三瓶 一瓶的很少 我就去他们买三瓶 我直接送到 送到你家也无所谓 三瓶我还能够送到你家 一瓶我不可能送到你家 就是这样 慢慢 反正天天有人 我本来自己留十瓶八瓶 要给自己喝的 因为可能将来自己没有了 我可能真的要去 跟那边买老蜜 我就像一个顾客 这样 跟总代理 买蜜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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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我相信世界之大 我认定这些 野生蜂蜜是好的 所以我会去寻寻秘秘 去找咯 找了 去试喝 去买来喝 去了解大家的评语 去淘宝也好 Shoppy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直接找到源头 看能不能够找到 找到就 介绍给大家咯 我认为好喝好 介绍给大家 除了蜂蜜 还有其他产品 这些都是陪着我直播世界 这样走下去了 明白吗 叫周遭 周边商品 然后我还有虾皮 虾皮我现在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如果你 我不 因为我在淘宝也有 这个户头 我在虾皮 也开始有户头 我也是 有这个 被他们邀请成为大使 所以我在想 都好了 都一起做 我还是会去淘宝 买一些我要的东西 虾皮我就 让大家进去 如果支持张大哥 就 请在我的影片下面的 那个虾皮的链接 你从那边进 进去你买东西 你付了钱 我能够 抽到0.1% 到0.2% 但是 最多5块钱的 不管你买多少 所以 也不是说 很怕人的 我记住以为 哇 你去买一个大电视机 你去买一个 我就 没有了 那天我买那个白兰斯基金 我买了 170 不懂多少钱 200多块 白兰斯基金 我家里喝的 我就买白兰斯基金 然后他出一个番茄汁 然后 吃个眼睛 好像不错 我们吃了之后 喝了之后 介绍啊 替白兰斯打广告 虾皮嘛 所以我想 我是也可以替他们打广告 我就进去 自己当然用自己的这个户口 他真的给我 但是本来应该有 比5块钱更多的用金 他只给我5块钱 那也好啦 我 我变成我这个虾皮 除了我的女儿也在用 然后有的同事说 他想 帮忙我 就是帮忙啦 就是说 叫我介绍给他看 那我还没有 我到时候还没有懂 所以网友们 如果你说支持张大哥 你可以成 里面有很多方法 除了点阅 除了按赞 你可以帮忙一点 除了你说你要donate 合法的 除了你要跟我买东西 或者你不需要跟我 买东西 你想网购 从虾皮开始 你就进虾皮 从我的链接机 你买的东西 我有一点用金 最多每一个一次 我最多赚5块钱的用金 如果你买几百块 你买电视机 买几千块的用金 不是0.1% 是0.1% 但是最多5块 所以不怕人 不会成为赚大钱 拜托 就是这么一点 一滴 加上你们看5秒 10秒的广告费 我两三个月就拿几百块 广告费 就是这样 我坦坦白坦白跟大家讲 我这个直播客 是老人家的直播客 老人直播客 赚一些早餐的钱 为将来退休预备 赚一点零用钱 开心 开心了 懂吗 哇 怎么今天这样也是讲了50分钟 证明尿耳没有烧还好 证明我的身体 反正冷气那一点不冷的都为什么 我 自家冷气 其实已经 大概在我退休 多一两年要换冷气了 大概有五年吧 大概七八年只要换了 好啦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跟大家讲 我今天是因为 副作用发烧 握病在床 然后 谢谢大家捧场 然后我把这个影片做了 我就跟大家一起的 让更多人可以分享 好啦 谢谢啦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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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